大家好,我是王尔哈 今天带来的电影啊 是很多人一直想看 却不敢看的《小丑回婚》 故事发生在一个阴冷的雨天 小男孩汤米正在玩着纸船 纸船顺着下水管道滑了下去 就在汤米要伸手捡的时候 没想到下水道里冒出来一个小丑 嘴里念念有词 脸啊脸啊你过来啊 当小汤米伸手的时候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小丑匪所思的张开了自己的嘴 啃了下去 男孩无助地往外爬 可是还是被拖了回去 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家的哥哥知道小汤米不见了 很是难过 下定决心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在这过后 小镇时常发生诡异的事情 楼道里会出现未知的恐怖怪物 恐吓着过往的新人 图书馆里会出现小丑制造的幻象 专追着小矿墩 老房前会出现恐怖丧尸 但转眼一看 却又是一个小丑处在那 这一系列的恐怖幻象接踵而来 被吓过的小伙伴们聚集在了一起 讲述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事情 唯一的共同特点啊 就是故事里仿佛都有小丑的影子 孩子们觉得 老是自己受到惊吓也不是事 决定要会一会这大主死电态 于是他们合力搜索调查资料 最终在一本古老的典籍里发现了端案 原来这个小镇 以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 美国27年都会出现 类似的儿童集体失踪案 而将这些地方用献棉在一起 就是镇中央破旧的老房子 出身牛都不怕火的几个孩子 没有从事大人 就自己来到了这间古宅 探索秘密 果然他们在屋子里看到了小丑 小丑看见这群小孩也愣住了 胆子这么大吗 然后就呲着嘴 啊嗚啊嗚嗚地冲了过去 还好关键时刻 一个小朋友挺身而出 将一根钢管插进了小丑的头上 哎呀我被插了 从来就是我欺负人 居然有人欺负我 生气的小丑是嘴呲得更大了 还长出了爪子 在冷笑中退回了阴暗角落 之后爬进了房子中一口古井 这时候突然 小伙伴中女儿子的父亲出现了 母走了小女孩 当众人一路跟上去时 在小女孩的房间 留下了一行警告的选字 众人这时候才发现 原来是小丑在作怪 不甘心的哥哥再次召唤小伙伴 来到老房子前 他们下定决心要救出小女孩 于是他们拴好绳子 陆席下到井里 来到井里的小伙伴 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 小镇失踪的人啊 都诡异的漂浮在这里 小伙伴们也找到了 先前失踪的小女孩 被小胖子一顿亲厚 小女孩清醒了过来 而这边 哥哥也看到了自己失踪的弟弟 看着眼前被咬断胳膊的汤米 哥哥哭了出来 但是出于直觉 哥哥断定这个不是真正的弟弟 于是用气枪将弟弟射到 哇 沙发果断 必成大气啊 兄弟 倒在地上的汤米一阵抽搐后 幻化成了小丑 并张牙舞爪地扑向哥哥 在被小伙伴们一次次地解决后 小丑开始提条件 只要你们留下哥哥 我会放过你们 藏你们安全地藏到层面 听到小丑提出条件 众人愣住了 提那个傍翠哦 明显小丑 这是求饶恐吓的节奏啊 嘿嘿嘿 在勇敢化身的哥哥带领下 一帮小伙伴们 灵笑着抓起武器 往死里怼这个小丑 之后无论小丑再幻化成什么样 众人都不再害怕了 就是一个字 往死里怼就对了 这下整个小丑都哭了 因为该好呀 不再这么欺负人的 我可是邪恶与恐怖的 华生 就在众人的虐待下 小丑也感觉到了恐惧 也再也吸收不到恐惧和害怕的能量了 最终在污水管道的深处啊 慢慢的发生了灰烬 消失在黑暗之中 除了无子的小伙伴们相聚在一起 握着手彼此约定着誓言 如果27年后小丑再次出现 那他们就会回来 将小丑再次达到 故事在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翻拍1990年版本的同名电影啊 可谓是非常不错 《小丑灰魂2》也正式开拍了 续集的时间背景 将设置在上一部的27年后 七个主角从童年过渡到了中年 下一个轮回开始 他们如何再次怒对小丑 尔哈还是非常期待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老员们点个关注 每天一部好电影 我是王尔哈 我们明天再见